日本排放核污水后 挪威海底金线神秘冰虫 短短五天 它们就净化出了牙齿 并长出了强有力的下方 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 这些冰虫完全是一个新的物种 它们不仅生存能力惊人 还可以随意吞噬可燃冰 然而 这发现对于人类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冰虫的大规模出现 严重阻碍了资源开采增加 能源公司为了对付这些冰虫 早在三天之前 就高价聘请了科学家希德尔 在他的指导下 科考船成功观测到了冰虫的活动 它们惊奇地发现 这些冰虫的繁殖能力惊人 仅仅过了三天 种群数量就增长了几十倍 更要命的是 冰虫还在不断蚕食海底的可燃冰 导致了大量的可燃冰飘向海面 这对于船体来说十分危险 按理说 正常的冰虫并没有牙齿 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破坏 除非它们发生变异 为了调查清楚 希德尔随即抓了几只冰虫上来 并开始对它们进行研究 这一解剖才知道 海底的冰虫完全是一个新的物种 它们全部长出了牙齿 并拥有了强有力的像 希德尔立马前往德国研究所 并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教授 利用希德尔提供的样品 教授很快就发现了更可怕的事 他向希德尔说道 其实在可燃冰的上方 还有一种未知的微生物 当冰虫将微生物吞噬掉后 就像被控制了一样 开始利用牙齿破坏可燃冰 它们长驱直入 直到钻入冰层内部无法动弹 这种行为无异于自杀 可到底是什么原因 能让冰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也要将冰层破坏 为了调查清楚 希德尔再次来到了科考船上 这一次 冰虫的体型明显变得更大 数量也在继续增加 可燃冰还在被不断地侵蚀着 希德尔猜测 冰层下方一定有什么东西 能让这些冰虫欲罢不能 于是他立马放下采烟机 开始向冰层下方钻去 结果刚启动机器没一会儿 钻机就彻底失控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剧烈的针灵 紧接着 巨量的天然气从海面吞出 差点将整个科考船淹没 死里逃生后 希德尔再次找到了教授 通过进一步的模拟实验 教授很快就发现了事故的原因 他告诉希德尔 当冰虫死亡后 微生物就会替代冰虫的工作 继续破坏冰层 而要命的是 它们的繁殖能力丝毫不亚于冰虫 破坏能力也是更甚一筹 很快 这种破坏就会深入海床内部 直接导致天然气的泄漏 这才会引发海面的剧烈震荡 得知真相后 希德尔立马开始联系其他能源公司 因为按照冰虫的这种繁殖能源 它们很有可能已经遍布全球 所以别的公司一定会有所发现 而更重要的是 如果不避开这些冰虫的活动区 一些较小的货船很有可能遭遇不测 可惜还没等希德尔调查清楚 挪威海岸附近就再次传来噩耗 原来早在几天前 研究所为了既定科考任务 派出一艘科考船前往北大西洋 结果它们在执行任务时 正好驶过冰虫的活动去 随着一股强大的气流喷涌而出 整个科考船沉入海底 所有科考队员全军附屋 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 全球各个地方都发现了冰虫 不断有关于货船遇袭的报道 然而 科学家很快就发现 出现异常的不仅仅是冰虫 还有其他高等物种 甚至是体型巨大的鲸鱼 在加拿大西海岸 就发生了鲸鱼吃人事件